米汉油将打造新宇宙 Aldern Ring PC 最低配置要求太高 玩家开始制作更多吐槽 游戏网卡牌比赛竟变成自爆比赛 大家好,我是Munchies 欢迎来到这期的游戏新闻讲一下 我们开始吧 米汉油在2022年2月14日 公开宣布全力新品牌Hoyalverse Hoyalverse将会致力开发及打造一个 能让全球玩家都能享受的沉浸式虚拟体验 游戏、动画以及其他的娱乐类型将会融入在一起 让玩家享有高自由度及沉浸式的体验 米汉油旗下的国际版游戏也陆续换了开头logo 据了解啊 Hoyalverse将会在蒙特利尔、洛杉矶、新加坡、东京和首尔的办公室 开展业务、拓展内容制作、技术研究和发行职能的工作 以及致力开发Hoyalverse Elder Ring终于公布了游戏在PC上运行的配置要求 没想到配置却引来了一些玩家的抱怨呢 纷纷投诉最低配置需求实在是太高了 Elder Ring在PC上运行的配置为12GB内存、Intel 8代或者是Ryzen 3代处理器、NVIDIA GTX 1060或 AMD Radeon RX 580 4GB内存显卡以及60GB的储存空间 其中最让玩家感到胡闹的是游戏需要的是至少NVIDIA GTX 1060的显卡和12GB RAM才能顺畅运行 不知道此时已经预购、可是PC又没有办法运行的玩家心情现在是怎么样呢 于是各路玩家开始大线神通啊 制作各式各样的梗图开始吐槽官方配置太高了 比如说这样、这样或者是这样 看完了这些梗图之后 只能讲啊,大家简直是创意无限啦 游戏IBMODE独家代理了一款中国风的纤小网游《古剑奇坛网络版PC》 宣布将在3月3日从时长收费制转为免费制 所有玩家将可以免费体验《古剑奇坛网络版PC》的乐趣 旧玩家的资料、装备等将会完整的保留到免费版本里面 除此之外,以充值游戏时间的玩家也不需要担心 官方也会根据玩家充值的所剩时间比例做出对应的补偿 至于是什么样的补偿呢 还是需要等官方在日后的宣布才会知道啦 免费版上线的同时 游戏也将推出全新的内容 那就是全新的中派流花工双职业 义方、龙鹰以及全新主线任务 等级突破、世界地图、副本挑战等等的海量游戏内容 由于MCU的成功 一些公司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宇宙 鬼才导演安野秀明也正式宣布打造真日本英雄宇宙 这个真日本英雄宇宙 将会由哥斯拉、新世纪福音战士Eva 奥特曼以及假面骑士的制作公司 东印、东宝、卡拉以及远古制作 这几家企业共同合作 官方也表示 在未来将推出更多有关真系列的活动 以及商品企划 今日 游戏王MasterDuel首次举办了官方活动超量杯 数不知比赛现场竟然变成了自爆现场 起因呢 是因为由于胜利者及输家所获的分数只有50分之差 导致了一堆玩家开始赌出能自爆的牌组 来完成速刷积分以及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 更夸张的是 甚至还有人组出了进场不到10秒 就直接完成自爆的牌组 可以说是为了刷积分啊 玩家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 不过呢 官方也在之后更新了比赛规则 将赢家获得积分都上调 使用自己的卡组胜利将会获得500分 使用租借卡组则会是250分 而书家呢将保持不变保持50分 任天堂宣布将在2023年3月份正式关闭 所有VIO系列主机 以及3DS系列掌机上的eShop 在今年的5月23日 会率先关闭让玩家使用信用卡 在这两款游戏主机上充值的功能 之后在8月29日 关闭让玩家使用eShop卡充值的功能 与此同时 游戏内构等服务也会抓到停止 还持有3DS以及VIO游戏的序号的玩家 也不用太担心 在2023年3月之前还可以进行兑换来货的游戏 如果玩家有把3DS和VIO账户 与Shish账户进行绑定的话 也能在2023年3月之前 使用共享金额来购买任何系统的游戏 玩家之前所购买的游戏也能重新下载 以及可以购买DLC 玩家也能够使用线上功能继续和朋友一起游玩 说完了长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说一些短的吧 还没入手PS5吗 现在你的机会来啦 SIE正式举办了一个活动 只要在截止热期前 找到并输入TradeCourse便有机会赢得PS5 TradeCourse将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有可能是网络上 也可能是会在现实世界 玩家只需要找到并到官网输入 之后再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PS5啦 当然TradeCourse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啦 所以玩家要在马来西亚时间的3月8日 凌晨2点前加油一下咯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发公告指出 由于PS Store显示语言错误 将会重新更正为正确的版本 目前已知在马来西亚PS Store 发售的Elden Ring 只会有英文版本而已 这表示啊之前在马步预购中文版的玩家 都是预购了英文版 如果你预购了却玩不下去英文版的话 就升起退款吧 时隔将近25年 Alter宣布推出你们什么呢 Soul Hackers续作Soul Hackers 2 此词的Soul Hackers 2 没有沿用前作的角色 而是一位名为Ringo的白色短发少女 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冒险 作为女神转生延伸作品 游戏机制将会跟女神转生系列 以及女神英文录系列相似 游戏将在2022年8月25日登陆PS4 PS5 Xbox One 以及Xbox Series XS 并将会在8月26日登陆Steam平台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到Soul Hackers 2的官网观看预告片哦 由日本知名游戏公司所开发的赛马良Pretty the Bee 终于要汉化啦 赛马良Pretty the Bee是在2021年2月24日 在手机上推出的一款线上养成类游戏 玩家将培育自己的赛马良与线上的高手们一绝高下 为了让玩家享有与赛马良Pretty the Bee热版一样的体验呢 繁体中文版的赛马良Pretty the Bee将会云风浮动的搬运热版的背景以及内容 至于繁体中文版几时会上市呢 还是需要等待一下官方的消息啦 Cyberpunk 2077宣布了1.5版本的更新 游戏将正式推出在PS5以及Xbox Series XS 曾经入手该游戏的玩家将可以免费升级到次世代的版本 而且官方还提供了游戏试玩版 玩家们可以在次世代主题上体验5小时的游戏内容 该免费试玩活动在3月15日截止 且试玩的存档能继承到正式版本里面 除此之外 游戏也修正了大量任务的游戏性 同时还增加了几个免费 DLC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到Cyberpunk 2077的官网查看一下内容哦 去Call of Duty三个月与禁忌的巨人合作 推出地位冰长的皮肤之后 Call of Duty也正式宣布 凯之巨人包已经登陆Call of Duty Vanguard 和Call of Duty Warzone 凯之巨人包将包括角色皮肤 武器蓝图 挂件 痕漆以及徽章等等 有兴趣的近居粉丝们 可以考虑入手一下啦 Capcom在2022年2月14日突然开启了一个神秘的倒计时 这让玩家纷纷猜测Capcom要宣布哪个新作呢 在2022年2月21日倒数正式结束 Capcom正式发布了新作预告Trick Fighter 6 预告里可以看到一脸苍苍的Rio 以及换上一身新形象的Look 各自摆好架式正准备开打的时候 影片就结束了 更多有关于Trick Fighter 6的资讯 也只能等日后Capcom再宣布啦 任天堂在2022年2月22日 在自家的官方东南亚脸书上宣布 正式在马来西亚开设任天堂官方网站 同时任天堂也宣布在菲律宾开设官方网站 该网站将会提供关于场景、游戏软件等资讯 目前会不会增设马板e-shock呢 还需要等待官方的消息啦 那么今天的游戏新闻讲一下就到这里啦 有哪一则新闻是吸引到你的呢? 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另外我们正在招聘各种职位哦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了解更多 我是Munchies 我们下次再见